今天我要去河南省博物院参观 正好今天天气很好 看,我们到啦 河南省博物院在河南的省会郑州 是国家一级博物馆 博物馆建筑的形状以元代古观星台为原型 我虽然不是第一次来 但这是我第一次来重新开放后的博物院 史前的文物是河南省博物院的特色之一 在工具还不发达的新石器时期 能够制造出种类丰富的彩陶器 祖先的智慧令人赞叹 甲虎古笛用贺古制称 来自八千多年前 是目前最早的吹管乐器 尊是古代体型较大的成九器 是身份的象征 富豪萧尊 见证了商朝女英雄富豪 为国家立下的功劳 这些符号是甲骨文 背面是由它演变来的汉字 中华文明就像不断演变的汉字一样 越来越丰富 繁荣 从简单到复杂 从分裂走向统一 莲鹤方胡 是河南省博物院的一件镇院之宝 它的造型不同于 以往青铜器庄重的风格 双层莲花和张开翅膀的仙鹤 生动活泼 象征着春秋时期的人们 不再遵循严肃的理智 多元的文化和思想 纷纷活跃起来 这些巨大又精致的青铜器 已经不再是生活用品 而是礼教和身份的象征 我看着这些精美的青铜器 仿佛看到几千年前的工匠们 用他们灵巧的双手 点石成金 创造出我面前的这些奇迹 我们的先祖 从史前时期开始 就没有停止过改造自然 进行发明创造 直到现在 我们依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 金铝玉衣 是用金线和玉片 淹成的丧服 那时的人们认为 玉石可以令死者的身体 不会腐朽 可见对于古人来说 死亡是如此的神秘和可怕 魏晋时期的中国 经历了许多年的战争 终于在随朝再次统一 到了唐朝 社会稳定 经济繁荣 和新域的交往变得频繁 在这样的基础上 文化也吸收了外来的元素 更加丰富起来 这些侍女逃勇 都是唐朝女子的形象 唐朝的姑娘们多么可爱呀 这里的文物 就像中国的历史一样 多得令我的眼睛和相机 都装不下了 离开之前 我买了一件有趣的纪念品 是什么呢 等我回家再告诉你 我们下了五细 们下回家地 同纪念品 还把内依爷 词内容 的话 便接住